B.N.I. B.N.I.它好发的年纪 大概是在50岁到60岁中间 在台湾每年的发生率 大概每十万人中有十几个人 男生得到B.N.I.的机会 大概是女生的二到三倍左右 为什么会得到B.N.I. 其实它除了跟环境有关系之外 它跟我们的一些饮食也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些腌制的鱼类 腌制的肉类 或者是说你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或者是说工作的场所 有一些重金属的粉尘 另外遗传跟B.N.I.有非常大的连结 比如说你的父母或是你的祖父母 有得过B.N.I. 那你得到B.N.I.的机会 大概是正常人的二到十九倍 在我们B.N.I.的细胞里面 几乎每个都可以看到 有这种一例病毒的存在 它可能是一个促进B.N.I.发生的因子 第一个就是这种无痛性的脖子肿块 大部分这种淋巴结是良性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淋巴结超过两个礼拜 它没有消的话 或是说它越长越大 或是说它本来是一颗 后来变成两颗三颗 就需要找医生来诊断 第二个就是你有时候在醒鼻涕 咳痰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小块一小块 小小的血湿 如果这种症状持续三天以上 或是说连续两个礼拜 好几天有发生这种情形 建议要赶快来看医生 第三个症状就是耳朵的闷塞的感觉 第四个鼻子可能会觉得闷塞感 第五个症状就是可能会有头痛 第六个就是颅底神经的麻痹 可能会觉得脸麻 或是眼睛的腹饰的情形 或是说讲话会买人等 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 目前治疗的方式分为电疗 或是用电疗加上化疗 不管是第几期的鼻炎癌 除了是你末期已经转移的鼻炎癌 其他的用这些治疗的方式 都非常的有效 所以只要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五年的存活率可以高达八九成 所以只要你好好的治疗 好好的追踪 鼻炎癌其实并不可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